嗨 我是新人UP星宇 在分析完美日双方作战室内的战略决策战术规划之后 我们可以把视角聚焦于战场之上了 中途岛战役这段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专业学者们也许可以告诉你一万个 美国一定会赢得太平洋战争的原因 然而他却没办法拍着胸脯和你说中途岛战役 美军是必胜的 在这场战役中决定结果的要素和决策太多太多了 美军固然有巨大的情报优势 但是听完今天的解读 你也一定会感受到 日军完全具备足够改变战役结果的能力和机会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这场战役中日军是主动方 所以我们仍然会以日军的第一视角展开 我会为大家模拟真实战场的条件 按照时间线推进 从中途岛时间6月2日 也就是东京时间的6月3日开始 给大家罗列整理日军所获得的所有情报信息 让各位设身处地地站在大河号 赤城号和飞龙号的作战室里面来做决策 通过这种方式让各位更直观 更直接地感受这段历史 也让各位过一把舰队指挥的影 那在这个过程中 星宇会扮演各位的参谋 帮各位整理好信息 并且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快速做决策 用弹幕来做出你的选择 看看如果不是山本56而是各位 或者不是南云中医而是各位 你们的选择会是什么 好 在视频开始之前 最后还有一个比较搞脑子的事情 需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场战役是跨日界线进行的 中途岛所用的时间和东京时间 存在接近一天的时差 所以文献中时间的记录往往是两条 那我们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 就统一使用历史记载和影片里用的 比较多的中途岛时间来叙述 大家在查阅文献和资料的时候 也要关注一下这一点 好 我们正式开始 1942年5月28日 200多艘战舰正在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 MI和AL作战计划一样 从不同方向驶向中途岛和阿流深海域 虽然日本人在战前有着非常复杂的讨论过程 但此时舰队内乐观情绪仍然是主流 三河义勇大作就说道 现在我只能祈求神灵保佑我们能遇到敌人 因为敌人有可能集中兵力在澳大利亚近海 这样就不能进行大决战了 我很害怕这个 司令官不知道您现在在屏幕面前听见大作的言语 作何感想 5月29日至6月2日这五天里 虽说所有舰队都保持着无线电静默 但坐镇大和号的山本 还是感觉到了太平洋各个方向上的暗流涌动 我将汇集这些信息 供各位来做海战中的第一个重要决断 一 中途岛附近海域的巡逻潜艇告知 中途岛上似乎在修建工事 建筑起重机随处可见 空中的巡逻异常密集 看上去该岛处于反常的高度戒备状态 二 原定于前去珍珠港侦察的一架侦察机 原本需要在中间接受潜艇的补给燃料 之后继续飞向珍珠港 结果这个预定的补给地点停着一艘美军舰艇 导致飞机无法补充燃料 飞到珍珠港侦察了 三 前一期视频里面 我为各位简化了一条信息 没有介绍有一支日本潜艇部队的部署 这支潜艇部队由七艘潜艇组成 他们的任务是靠近夏威夷 拦截并侦察美军航母的动向 但是他们现在告诉山本说 无法安时到达 最后 6月2日 大河号所在的舰队 截获了一条呼叫信号 这条信号来自中途岛附近的美军舰船 可是具体方位无法得知 好的 各位现在第一个决断的时间到了 就是需不需要打破无线电静默 冒着被美军截获电报 把机动舰队暴露出来的风险 将这些信息 告知即将进入作战的指挥官南云中医 A告诉他 B不告诉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做出你的答案 历史上 山本显而易见 没有告知南云这些信息 山本此刻 不知道是不是生的东西吃多了 因为肚子里面有回虫 腹痛难忍 不过他首先 还是给出了明确的指示 立刻告知南云 可是他手下最器重的黑岛 以及其他参谋 却纷纷提出了有力的回击 一 现在告知南云 我们就会打破无线电静默 南云的位置容易暴露 二 最后一条信息 来自中途岛附近的海域 南云的位置距离中途岛更近 我们离这么远都能截获 南云也应该截获了 所以不必告知他 三 已经在作战之前提醒了南云了 预留一半的飞机对付美军舰队 所以哪怕有敌人的舰队 及时应对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些因素之下 山本也就没有坚持之前的决定了 那这里有一个事情要和大家讨论 大家觉得山本闹肚子 肚子疼这个事情 有没有可能影响山本他的判断呢 我真的很难给出我自己的想法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自己如果在特别重要紧张的场合 身体不舒服 是不是很多决定和做法会异于平常 再比如说滑铁路战役之前 拿破仑也是出现了严重的难言之影吧 很多人就认为呢 这场仗拿破仑为什么输了 就和他当时的糟糕的身体状况有关 这个事所以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家觉得会影响他吗 反正最终的结果 山本他没告诉南云 现在呢 我们就把视角转向南云 这些有关美军的重要情报 南云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一个也不知道 诶 奇怪了 不是之前有参谋说 南云离得更近 所以最后这条应该可以截获的吗 可事实是他确实没截获到 有可能是巧合 比如赤城号正在进行其他的作业 但也有必然的因素 原因说出来真的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山本和这些参谋在哪里啊 大和号 这艘船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用以拦截敌军信息的设备 可是南云的旗舰 赤城号他的围杆很矮 也没有足够先进的设备 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让他没能拦截到这个信息 这个事不是新于我事后诸葛亮在这分析 南云的参谋长 草鹿龙之介在战前 就向联合舰队参谋长 语元反映过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赤城号指挥自己这支舰队倒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次的作战规模实在太大 到时候需要收集友方 敌方在战场上的各种信息 并做出重要决策 这样的事情 以赤城号很矮的桂杆 并不先进的设备条件 似乎很难升任 所以如果需要做出重要的决策 希望桂杆更高 也装备了最新的拦截情报设备的大和号 能够提供更多信息 并协调指挥 语元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认为舰队此次是骑袭 要保证无线电静默 反正本来就是静默的 你设备先不先进 能不能协调指挥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直到6月3日之前 南云这支舰队所获得的情报 和出港时是一致的 他不知道任何敌方的情况 也不知道友方的情况 甚至在航行之中 浓雾弥漫 经常会连友舰都找不到去哪了 这一切让本来就心事重重的南云中医 和参谋长草路龙之界更焦虑了 6月2日 南云草路以及其他的参谋 开了战前最后一次讨论会 讨论的问题老生常谈 到底应该聚焦轰炸中途岛辅助登陆作战呢 还是应该聚焦寻找并摧毁尼米兹的舰队呢 在草路看来 虽然战斗已经迫在眉睫了 但是他仍然很担心这个双重任务 南云刚开始没说话 一旁的参谋 大石保大佐 比较直白 又重复了一遍作战命令 舰队的作战命令指出 消灭敌军乃是第一位的 配合登陆是第二位的 但是中途岛机场的飞机 是必须要首先压制的 不然无论后期军队要登陆 还是进攻尼米兹的舰队 都会比较麻烦 南云中一依旧表达了 他对美军舰队的担忧 说实话 换谁谁都担忧吧 到现在6月2号 舰队航行已经一周的时间了 对他来说 威胁最大的美军航母的消息完全没有 山本不是说会派侦察机和潜艇 去监视美国舰队的吗 那消息呢 大石宝继续说 即便现在 尼米兹察觉到了我军的行动 前来迎战 他们的位置也会离我们非常非常远 足够有时间应对调整的 众人在这句话之后 才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按照原计划 先行轰炸中途岛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在这一天的深夜 也是第二天的凌晨 南云舰队在云间发现了一架飞机 当时不可能有日本飞机 在夜里面飞到这个位置 所以南云的判断 这一定是一架美军飞机 自己的位置有可能已经暴露了 这个信息 我是在择地久之的记录中途岛海战 第一航空战队详细战报这部分看到的 可是没有找到任何美国方面这条信息的记录 所以我的怀疑是这一刻的确是有一架美国飞机在附近 但是没有侦察到日军 不过呢 它反而被南云侦察到了 紧接着 每过几个小时 3号的上午 田中赖三的运输舰队 看见了一架美军的卡特琳娜侦察机 并在随后受到了攻击 于是信息立刻被报告给了山本 同时这一回赤城号终于接收到了这条信息 也就是说信息是发给山本的 而南云是自己接收到的 并不是由田中发给山本再发给南云的 所以南云和山本在这件事情上是根本没有沟通的 对这件事所形成的态度和判断也不同 首先呢 我们跟随着南云的逻辑来推导一遍 南云认为夜里面有一架美军的飞机飞过 现在攻略舰队也已经暴露了它的位置和目标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中途岛骑袭了 也就是说中途岛的敌人有可能有所防备 机场上的飞机也有可能来进攻我们 那这能推导出敌人的航母就在附近吗 其实不能 没毛病 像之前大石堡所说的 哪怕我们现在位置暴露了 美军的航母还在下围移 即刻从珍珠港出来 也还有很远的距离 等他们能攻击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早已经料理完中途岛机场 绝对是有时间应对的 所以这件事情 只是让南云对中途岛这座岛屿 有了一个心理建设 这条线索我们先埋一下 因为后面它还会持续发酵 现在我们来看得到这条情报的山本 山本56这里和一众参谋感到非常的惊讶和意外 美军居然在我方轰炸中途岛之前就发现了攻略舰队 然后呢 然后他们大的动作什么也没做 继续按照原计划 时间到了著名的中途岛时间 1942年6月4日 正如6月2日晚上确定的那样 南云决定抢得先机 天刚蒙蒙亮 于4点30就放飞了四艘航母上的108架飞机 前往轰炸中途岛 南云手下有一位他非常信任的航空兵指挥 原田美金雄 这个人在偷袭珍珠港时就是领队指挥 这回攻击中途岛本来也打算让他指挥飞机的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只能在舰上出谋划策了 南云根据原田的经验和判断 保险起见 在对中途岛攻击的同时 向东面放飞了7架侦察机 咱们说实话 这个判断真的很厉害了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脑海中的地图是这样的 可是南云他面对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而且这么多天 他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潜艇的侦察机的 山本的有关美军航母的哪怕一条信息 只是推导出了中途岛会有所防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稳妥起见 向东面放飞了7架侦察机来侦察美军舰队 而他的舰队里其实一共只有12架侦察机 我个人认为南云做到这一步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很对得起他的经历和职务了 现在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南云这支舰队的特点吧 这支舰队最强的能力 咱们就叫他核心竞争力有哪些呢 一共有三个 首先飞行员 不但训练有素 而且还经历了从中国战场到偷袭珍珠港到东南亚到印度洋的作战 经验十足 同时客观上来说战绩显赫 这里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来供大家参考 在基陈英国禁忌程号航母的战斗中 日本俯冲轰炸机投弹的命中率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八十 当然了 你可以说很多是在禁忌程号失去动力之后炸上去的 而且英国这支舰队的防空火力很弱 但是在中途岛海战的后期 飞龙号的俯冲轰炸机前去轰炸约克成号的过程中 他的俯冲轰炸机命中率依旧高达百分之七十 这可不是导弹啊 而且战斗机方向 他们当下驾驶的飞机临时战斗机 性能也要优于美国海军同时期的飞机 所以在空战和攻击的角度 你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海军飞行员 基本都在南云的麾下 而且也就在这几艘航母上 第二是大家很容易会忽视或者误解的一点 那就是南云中医 虽然后是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吧 有人说他飞机上的问题基本全听原田的 作战全听草路的 但甭管怎么样 南云和他的这个指挥团队是当时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航空母舰指挥团队 这一点应该没什么疑问 第三还有一点 这是一支当时战无不胜特别自信的舰队 有什么表现呢 在没有情报支持并且判断中途岛会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南云他依然会积极主动的进攻 战役后期在自己战力尽损 三艘航母已经失去作战能力的情况下 飞龙号仍然会选择追着美军打 我们来看后来的瓜岛 马里亚纳 莱特湾 这种作风好像就少了很多 我认为这也是这支舰队的一个特点 时间来到了5点30分 南云发现了一架美军卡特里纳侦察机 好 这回他可以确定了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可以预想到的是 接下来他即将面对美军中途岛机场飞机的攻击 6点30分 攻击机群碰上了美军战斗机的拦截 随后爆发了空战 美军的战斗机包括 18架比较老旧的水牛式战斗机 和6架F4F野猫战斗机 当然日军有飞行员飞机质量上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日军的舰载轰炸机突破了这勇气可嘉 但微不足道的拦截 开始轰炸岛屿 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的是 中途岛上一架飞机也没有 所以他们主要轰炸了重油储罐 水上飞机机库 战斗指挥所 发电站 部分的防空炮台等 对跑道的破坏比较小 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很顽强的抵抗 加上之前提到的战斗机拦截和中途岛上防空炮造成的伤害 108架攻击的飞机中 有11架被击落 有14架重伤 即使回到航空母舰也无法继续使用 损失不小 因此当时的战斗指挥官就立马做出判断 并向南云发报 需要再进行下一波空袭 现在轮到各位以南云的视角来做第二个决定了 目前的情况是 之前放出的7架侦察机仍然没有发现美军舰队 而且本来美军舰队在这个区域活动的可能性就不高 同时 一波刺的攻击机群反应 攻击效果不佳 需要再进行一次攻击 现在早上7点 摆在各位面前的就是这两个选项 A 记得山本让南云保留准备应对美国航母的另一半飞机吗 让他们现在就把鱼雷换下来 换成炸弹去攻击中途岛吧 而让第一波飞机回来以后 充当应对美军航母的预备力量 这样可以迅速解决中途岛机场这个隐患 B 原本预备的飞机不动 等第一波飞机回来以后完成补给让他们再进行一次轰炸 这样也许会更稳妥一些 但是耗费的时间会长很多 你的选择是 等等 美军中途岛的攻击机群到了 这场战役中 中途岛的飞机一共空袭了南云舰队四次 现在这是其中最早的一个波次 陆军 四架B-26S轰炸机 海军 六架复仇者鱼雷机 六架复仇者的目标是飞龙号 但是受到了临时战斗机的拦截 最后只有两架完成了头弹 并且全被飞龙号躲了过去 三架B-26S目标是赤程号 可是最后只有两架完成了头弹 也被赤程号躲了过去 最后一架B-26S在发现头弹无望之后 居然转向要撞向赤程号 但是它从赤程号的剑桥边擦过了 剑桥里的所有人都冒出了一声冷汗 非常重要的一点信息是 舰艇在受到攻击时 必须要进行大角度的机动规避 我这里找了赤程号被轰炸时的照片 以及之后大核号在被飞机轰炸时候 机动规避的照片来供大家参考 可是二战时的航母想要放飞飞机 就必须要固定航向迎风行驶 所以在这种机动规避之下 航母是很难放飞新的大批次的飞机的 换而言之 日本航母整备飞机 加上放飞的时间 一共需要40到45分钟 如果这当中被美军轰炸 那么这个过程就必须暂停或者延后 另外二战时的日本航母的设计是 甲板上只能做一种作业 就是放飞时不能降落 降落时不能放飞 所以如果指挥官突然需要放飞一波飞机 那么原本准备降落的飞机 就得等他们起飞以后才能降落 所以之前空袭来临之际 我们就暂停了交给各位看客的选择 那现在攻击结束了 请问在受到中途岛飞机的这么一轮攻击后 甚至赤城号险些被撞断舰桥之后 当时也没有发现美军的航母 你的选择会是哪一个呢 南云的选择当然是前者 还记得之前我们埋了一条线索吗 南云提前一天就知道了中途岛有可能会有所防备 所以第一波次的飞机进攻效果不佳 自己也受到来自中途岛的猛烈攻击 这些都没有让他感到有什么意外的 也不会让他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落入圈套了 只是坚定了他 一定要赶快彻底的解决中途岛这个隐患 在他的命令下 舰载鱼雷机开始拆卸鱼雷换装炸弹 所以机库里现在忙得不可开交 俯冲轰炸机停放的区域倒是清闲一些 因为他们不需要换装 这个换装的过程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飞机什么也没带 直接装上炸弹需要45分钟 可是如果飞机已经装了鱼雷要换成炸弹 整个过程根据飞龙号的战前训练 就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于是从7点15分开始 这个换装就开始进行了 不过时间上还算井然有序 因为一波次的飞机回到航母这里 开始降落的时间大概是8点15分 降落需要30分钟的时间 那会儿二波次飞机已经基本换装完毕 可以基本做到无缝衔接 在一波次完成降落以后 立刻升空去轰炸中途岛了 可是周密的时间表才走了半小时 7点45分 南云收到了一条震惊的消息 之前放飞的其中一架侦察机报告 他发现了大约10艘美军舰艇 于是南云要求机库里的换装立刻停止 随后开始进一步的判断 现在他考虑的问题就必须从轰炸中途岛 变成轰炸美军这支舰队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分析 那个井然有序的时间表必须重新规划了 也就陷入了大家最津津乐道的 所谓南云纠结的15分钟 这一刻中他到底要考虑哪些事情呢 绝不仅仅是鱼雷或者是炸弹这么简单 其实摆在南云面前 我们现在换位思考一下 也就是摆在大家面前的选项就是 A. 捷克就把没有完成换装 带着各式各样武器的飞机放飞 前去攻击美军舰队 后接收正在返程中的第一波次飞机 B. 先接收一波次飞机之后 再放飞二波次飞机进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一波次飞机返回航母的时间 大约是8点15分 到达航母上空后 它们的燃油最多还够飞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9点15以前一定要完成降落 不然就会有飞机掉海里了 所有飞机降落的过程 本身就需要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9点15往前推半小时 8点45这些飞机必须要开始降落了 那如果南云选择A 要在接收之前 把攻击舰队用的飞机全部放飞 这个过程需要45分钟 所以我们就要再往前推45分钟 也就是8点了 现在的时间呢 7点45 所以这就是南云的15分钟的来源 如果他要选择A 就必须在这15分钟内拿定主意 并在8点开始放飞 预备波次的飞机 现在看来 感觉不用选了 B选A 我们先不论鱼雷炸弹的破坏力 反正这个方案 预备的全部飞机能立刻起飞 一波次的飞机也全能平安降落 不是很好吗 可是这个时候 中途岛的飞机又来了 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吗 中途岛的机场一共发动了4波飞机 这才是第二波 7点55分 16架海军的俯虫轰炸机 开始攻击飞龙号 8点15分 15架B17 开始水平轰炸飞龙号 苍龙号和赤城号 危险全部解除的时间 已经到了8点20分了 记得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航母 在躲避攻击时 是很难起飞大编队飞机的吗 这两波攻击 等于是把A选项里的起飞时间 强行拖到了8点20分 8点20分算起 起飞45分钟 9点05分才能接收第一波次的飞机 只剩10分钟收飞机了 而收完所有的飞机需要30分钟 也就是说大量一波次的飞机要掉海里了 为了让大家建立一个更直观的感受呢 我们用一种不大严谨的方式来推算一下 这样的话会损失多少架飞机 我们假设航母回收飞机的速度 是规则匀速的 那失去20分钟飞机回收的时间 也就相当于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回收时间 也就约等于损失三分之二的一波次飞机 这是多少架飞机呢 一波次飞机起飞时108架 被美国人打下去11架 剩下97架 三分之二就是64架 所以这个决定会让日本的舰队直接丢失60架左右的飞机 大致相当于日本一艘航空母舰 战时所搭载的能够作战的全部飞机 还记得我们第一集所说的吗 联合舰队的参谋长曾经主持过一个兵棋推演 模拟过失去一艘航母和上面的舰载机要怎么赢 他必须要把接下来空中飞机的交换比调成1比3 也就是在接下来的空战中 日本人被干掉一架飞机要击落三架美军飞机 这样中途岛海战才能赢而且是惨胜 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因为日本航母的舰载机航程更长 根据侦察机报告的位置 这支美军舰队距离日本舰队的距离是超过美军航母的攻击范围的 可是却在日本航母的打击范围之内 所以来自这支美军舰队的攻击最早也要10点以后才能到达 现在决定的因素基本完整了 历史也基本对接上了 此刻的选择权摆在了各位面前 A 即刻就把没有完成换装 带着各式各样武器的飞机放飞 前去攻击美军舰队 后接收正在返程中的一波次飞机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还不知道这支舰队里面到底有没有美军的航空母舰 另外之前我们说的最后一条 距离上来看 现在美军对我们也没有威胁 并且这么做 在交战之初就会让舰队直接损失掉大约60架的飞机 B 先等一波次飞机全部回收完 再放飞新飞机去攻击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核实敌方有没有航母 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完成所有武器的换装 让已经换成炸弹的飞机可以换回鱼雷 那么各位的选择是 天哪 要是我来选的话 我会疯了 南云 一个日本的海军将领 他把舰船和飞机都当命看的 加上我们之前提到的兵器推演 还有就是不确定敌方是否有航母的情况下 他能选第一个吗 换了其他人会选第一个吗 正盘算下来 B选项是不是在当时情况下 损失最小 风险也最低的选择呢 可是这就是后来所有人诟病吐槽批评南云中医的点 接下来我们继续 之前的这段纠结和讨论是建立于7点45分 南云的侦察机发现了一支美军舰队 且没有办法确定这支舰队有没有航母开启的 而决定的时间又因为中途岛连续两波飞机的攻击 给硬性拖到了8点20分 时间到了8点半 那架侦察机终于又发爆了 发现敌军舰队里好像有一艘航空母舰 血压上升不是吗 紧接着中途岛的飞机又在这个时候又来了 第四波攻击是11架海军俯冲轰炸机发动的攻击 与此同时还有一艘美军潜艇被发现了 所以日军也派出了一艘驱逐舰前去击沉它 再次解除威胁时间到了8点37分 之前我们的选择是从8点20分开始的 如果选A 一波次日军的飞机大概会掉60架左右 现在如果从8点37分来开始算的话 这个时间97架飞机会毫无疑问的全部掉海里 最后我们来算一下日军舰载机的比例吧 260架飞机 其中12架是侦察机 4艘航母一共只有248架的作战飞机 然后再去掉已经被美国人打下去的11架 和马上要掉海里的97架 而且再怎么说 你还得留20到30架临战给整个舰队护航吧 我们来算算南云还能剩多少架飞机啊 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 南云如果选了A 它就将损失早上派出去的全部108架飞机 并且随后派出一支 只有很少战斗机护航的攻击机群 去攻击全副武装满状态的美军航母 大家觉得结果会是什么样 不等于送飞机去了吗 另外 现在只发现了一艘航母 理论上还有一到两艘航母 飞机送完了南云拿头去撞美国航母吗 最后还有一个事 中途岛的威胁并没有被解除 过一会儿上面的飞机又来炸了 而且按照战前的规划 这个仗居然还要这么打三到四天 那选A能赢吗 南云他能怎么选 肯定选B啊 换我我也选B 而B的结果正是历史的结果 大家也知道是什么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让大家在前一个节点选呢 而不是在历史上真实的节点去选 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 我们知道B绝对会输 南云他在当时的分析 以及我们今天的分析 看下来A也会输 B也输 A也输 这就没什么选的必要了吧 时间继续走 8点37分 所有的攻击终于结束了 按照南云的选择 他们现在可以开始回收飞机了 最终于大约9点20分 回收了所有上午派出去的一波次飞机 现在他的任务简单多了 就是再给他一个45分钟的时间 他就能够发动一次 针对这支美军舰队的强有力的打击 并且他打破了无线电静默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山本56 现在我们再短暂的看一下山本这里 南云只是汇报了 发现美军航母准备开始攻击 那我们之前说的那些信息呢 像是中途岛的攻击 不断被延后的决定时机 像是南云决策之下 很多鱼雷被换成了炸弹 其实山本56这些信息 他全都不知道 大和号上的这拨人 现在对于战场上的认知 还是停留在作战计划之上的 只不过美军航母出现的时间 是太早了一些 这个是计划之外的 黑田还是在说 南云预备了一半的飞机 没有问题的 所以大和号没有任何回应 坦率的来说 他也没办法给什么有价值的回应 9点25分 正在南云准备放飞 他的攻击集群之际 美国航母的飞机来了 记得之前我们提到过一条消息吗 根据侦察机汇报的美军舰队的位置 以及舰载机的攻击范围 美国人最早也要10点以后 才能攻击南云舰队 而那时南云的飞机 已经基本放飞完成了 这怎么9点25分飞机就来了呢 因为那架侦察机 它报告的位置有偏差 差了大概55英里 也就是48海里或88公里 9点25分开始 先后有三个批次 41架飞机攻击了日本舰队 他们的攻击虽然又是无所斩获 可是又是连续三次 把日军飞机起飞的时间延后了 最重要的是连续的鱼雷攻击 把护航的临站的注意力 转移到了接近海平面的位置 所有人都忽视了 来自高空俯冲轰炸机的威胁 10点25分 共47架俯冲轰炸机 出现在了南云中医的头上 有记录的 27架向加贺号发起了攻击 命中了4发 13架向苍龙号发起了攻击 命中了3发 最后三架飞机对赤城号发起了攻击 赤城号被命中一发 兵骑推演里 赤城号是被命中了三发 还只是小破的破坏程度 可事实上历史里 一发就让赤城号退出战斗了 最后这三艘航空母舰 全部丧失作战能力 直到这一刻 日本人才从参与攻击的飞机数量上 测算出了美军有三艘航空母舰参战 这个消息也在后来从抓到的落水的美军飞行员那里得到了确认 不过还是和之前一样 日本人只清楚其中一艘美军航母具体的位置 我们视频中最后一个交由大家参与制定的决策出现了 如果你是现在仅存的飞龙号上的指挥官 山口多文 你接下来的选择是 A 出击我能反杀 B 火速转向离开美军飞机的攻击范围 这就是视频当中我提到的那一点 这支舰队和后来联合舰队的作风不大一样 他们的选择是A 最终也击沉了约克城号航母 当然了也葬送了自己最后一艘航母的战力 接下来呢 我想暂停一下 我们现在打开上帝视角 回顾一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日军的优势 和能够改变战争结果的机会究竟在哪里 先说日军的优势 日本人把自己在飞行员和指挥官上的优势发挥出来了吗 其实我认为已经发挥出来了 而且已经发挥到最大了 如果不是技艺高超的临战飞行员 很有可能日军的航母在之前面对中途岛的空袭 和三波鱼雷击的时候就已经被击沉了 还轮不到最后俯冲轰炸机上场 同时如果不是有这些飞行员 那仅仅靠飞龙号一艘航母 怎么可能最后还能击沉约克城号呢 如果不是南云听了经验丰富的原田 要派出侦察机侦察东面 那很有可能日军到最后一艘航母也发现不了 更谈不上飞龙还能击沉约克城号这个事情了 换而言之 绑定在这个中途岛作战的框架之下 其实日本人已经把自己的记忆和经验发挥出来了 但是最多也就击沉了美国人一艘航母 所以我倒不认为是日军在这场战役中打了个窝囊仗 没发挥出来就过早离场了 实际上日军的战力已经得到了充分体现 只不过再怎么体现也不足以改变战局罢了 所以提到这个固定的作战框架 我认为好像只有在我们视频第一个抉择的地方才有可能改变了 也就是山本纠结要不要告诉南云 中途岛附近有敌军舰艇活动消息那里还有机会 因为南云只要当天放出了轰炸中途岛的飞机 之后他的纠结之处 让他做什么说实话都无法改变 最后还是一样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单从日本人的视角上来看 好像有一个运气因素 那就是赤程号受到了三架飞机的攻击 结果就被命中了 那如果这哥仨没打中赤程号呢 日本人将会以两艘航母对三艘航母的姿态继续战斗 结合之后飞龙号的超凡表现 那的确露死谁手还尤为可知 但是大家觉得赤程号退出战斗是必然的还是巧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觉得要分开来说 三架飞机击中赤程号是巧合也是必然 33%的命中率从整场战斗美军的表现上来看是高了一些 但是赤程号上舰队里那么多舰船 防空武器在哪里呢 加赫号 苍龙号 美军多架飞机呈舰制的攻击我们就不评价了 朝赤程号投弹的飞机一共就三架 整个舰队的防空系统并没有受到破坏 虽说是昭和防空十防九空 也不指望他真的打下来几架飞机 但是连像样的干扰都没有形成 这你怪美军的投弹技术高超吗 这你怪美军运气好吗 还是怪当天天气太好了 没有干扰到俯冲轰炸机投弹 说到底还是怪自己 怪自己防空火力的问题 另外相对于三架飞机击中了赤程号 还是有巧合也有必然的 那一发炸弹就能让赤程号失去战斗力 那真是完完全全的必然了 这真的是没有什么运气成分 三万多吨的航母被一发高爆弹带走了 当然可以说明赤程号的改装和设计 存在致命缺陷 且日军的损害管理能力做的实在太差 怎么美国航母就不会这样呢 怎么你自己造的瑞赫号 翔赫号不会这样呢 怎么英国航母硬生生 把自己完成了出肉桩的ADC了呢 说明还是船的设计有问题 造的不够好 损管能力太差 这当然是必然了 如果你很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你应该会发现我略过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日军最后发现 美军舰队的那架侦察机 因为各种原因 其实晚出发了一段时间 延后了发现美军的时间 这个内容呢 我会在下期讲解美军视角的时候 为大家详细解读 下期我们会首先介绍 美军方向的计划和攻击行动 同时综合日本美国两个国家 在这场战役中的具体表现 和大家来探讨 究竟是什么因素 决定了中途岛海战的胜负手 并且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 究竟是什么因素 能够影响航母大战的胜负手 视频制作不易 同时我也是新人UP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三菱支持 感谢大家 我是星宇 我们下期再见